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即位以来 北方匈奴 不堪拜祥于我大汉王朝 屡屡挑起事端 最近竟湾宫 设向我边境百姓 已知边关战事连年 百姓苦不堪言 为保我大汉之安危 边境之安宁 百姓之安居乐业 朕决定倾心治理边关 还我大汉百姓 一个晴朗的天空 祥和的大地 皇上赦典 李大将军在吗 臣在 朕命令你率军二十万 奔赴北方边关 抗击匈奴 彻底解决西域各国 以及匈奴的骚乱 皇上赦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见了吗 叛军把步兵顶上前 看来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 父王 切莫轻疑 汉军李大将军一向是轨迹多转 小心其中有诈呀 你们看 这广阔的草原大漠一览无鱼 他要在我大蝉鱼面前耍轨迹 休想躲过我匈奴人 赢一样的眼睛 这班步兵不要命了 赶快下命令吧 父王 还是等等看吧 我们还等什么呀 机不可失啊 第一击人马 冲 我们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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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看见你格格置之了吗 他是匈奴人被带的骄傲 父王 制止的人马不行了 团体人马跟我冲 父王 你是主帅 你留下 我带他们去 团体人马跟我冲 冲 将军 第二批又上来了 我们冲上去吧 倒竟可以 对 我请你 先拿我 求求你 我或许你 你冲上来 等我 我跟他等你 我把你让他 爬起来 你冲上来 我 estáрев上来 你属下来 这都不冲上来 你属下来 你冲上来 有些人 这都不冲上去 我没有人 将军 网顿的人马冲上来了 大山羽 汉军的骑兵过来了 弟兄们 给我冲 杀 给我杀 给我杀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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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西红山 我会去救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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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兰王 父王 我来啦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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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王你死了怎么办 大燕之门怎么分哪 驾 此次战役大获全胜 大蝉鱼死了 匈奴人又大伤了元气 众位将士是功不可没 是啊 特别是小江王顿 你可是立了头等大功 我将不敢 全帐李大将军用兵如神 自古英雄出少年 皇上接到捷报甚为欣慰 决定给大家加奖 谢皇上红恩 王顿听令 王顿听令 王顿 接近 大将军 这 皇上下旨召见我 我要立即赶赴长安 我把这把剑交给你 在我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顶替我行事之权 年轻人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有了这把剑 任何人都得听你的命令 诸位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谢大将军 拿着吧 干脆 把你的剑给我 咱俩换剑又怎么样 这剑坠子很漂亮 编得也很精巧 一定是一个漂亮 又心灵手巧的姑娘 给你编的吧 回大将军 这个剑坠原来的主人 是在下的一个邻居 姓王 但名一个强子 在想离乡的时候 他还不满十四岁 王强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大将军 如果你真喜欢这把剑 咱们换剑用吧 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 这样 在我们换剑的日子里 我把它带在身边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再归还于你 如何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 去吧 小兵奴的天塌了 我们的大蝉鱼 没有了太阳的白天 还算是什么白天 整个匈奴 我是说 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 所有的人 心全碎了 谁又能不感到悲伤呢 只要提起他的大名 我们就会想到 他留在茫茫草原上的 辉煌业绩 不过我想 蝉鱼忠实的继任者 我 也会像我们光荣的祖先那样 为大匈奴的繁荣 右贤王 你说得不对 继承大蝉鱼卫的 应该是左贤王 而不是你 大蝉鱼卫 一向由左贤王继承 这你应该知道的 大蝉鱼亲口对我说 由我继承蝉鱼卫 可我们没有听到啊 右贤王 杜龙齐 你是说我在撒谎啊 可我想 大蝉鱼让你继位 那么他会先锋你做左贤王的 这是蝉鱼亭一直的规矩 可是来不及了 大蝉鱼对我说 要是他能多活几年 他的儿子左贤王再长大一些 是完全可以继任的 但是现在他还太年轻了 别说下去了 右贤王 这样会损害你在众人心里的尊严 你要知道 如果大蝉鱼真的有这个意思 他会告诉我的 你督龙齐是不是觉得 大蝉鱼会比信任 他自己的亲弟弟 还要信任你这个内地呢 右贤王 照你的逻辑 大蝉鱼会比信任他的儿子 更要信任你这个弟弟 我的叔叔吗 骑虎山说得没错 可是左贤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呢 这正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大蝉鱼所有的儿子都到了 可就单单左贤王还没有来 这不是太巧了吗 对此我也觉得奇怪 这没什么奇怪的 左贤王他 他被右贤王派人杀死了 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 还没长大成人呢 胡说 你知道你现在已经冒犯了我的尊严了吗 你们想违背大蝉鱼的意志造反吗 我督龙齐说的都是实情 我督龙齐无心正这个位置 可我告诉你 由谁来继位 这不是大蝉鱼家的私事 而是全匈奴的大事 你以为我害怕你的刀吗 杀了我又怎么样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你要我说得更彻底吗 就连大蝉鱼临终前派去赵左贤王的信使 都被你的人杀死了 LL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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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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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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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 便为了一个东鸣七伐 没够在这里开逃命吧 走 站住 站住 追 不能让他们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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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他跑了 直直 上 把他弄起来 你快走 走 快走 站住 站住 给我追 快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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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将军 你放心 等我见了皇上 一定为你请功 多谢大将军 好了 回去吧 我可是 把整个边关都交给你了 你一定把火关 大将军放心吧 请 我听说匈奴那边 五位蝉鱼正在为争位之事 打得不可开交 我们 你的意思是 趁虚而入 直到蝉鱼亭 还是 等我见到皇上 再说吧 可就怕禀报皇上之后 最好的战绩已经错过了 你说的固然有道理 可是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只看到匈奴人惨遭失败 却不知道 我们的队伍 同样受到了重创 凭我们目前的实力 想指导大禅于庭 恐怕有些困难 等我禀报了皇上 增加了援兵再做决定 将军所言极事 王盾明白了 一切等我回来再做定夺 千万不要盲动 将军一路小心 我走了 将军 保重 走 驾 驾 芝芝 你说父王的死 会不会和右贤王有关联呢 有没有关联都无所谓 事到如今 不用去抢这个了兄弟 可左贤王呢 他那么小就死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他 祝福一下他的灵魂呢 季后山自己都顾不上了 还想那么多 别管他什么左贤王 右贤王的了 好了兄弟 我们就此分手吧 一起走吧 芝芝 到我岳父那里去 把伤养好了再 你是说去南边的胡言王那里吗 不不不 那里太远了 我得赶回去 右贤王说不定很快就会打到我那儿 你也要好好地防备一下 别吃亏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多保重个之志 我会的 季霍山 你救了我 我得好好报答你 不用报答 好好活着就行了 嗯 哈 驾 驾 驾 李大将军平叛匈奴有功 朕特将先帝留给朕的一把巫童宝剑 赐给李将军以资鼓励 陛下 朕特将军以资鼓励 但是 不敢贪天宫为己有 此话怎讲 此次战役 之所以给匈奴一个致命的打击 乃是陛下的英明决策 还有全体将士的一群热血 拼死的决心和毕胜的勇气 陛下 臣想向陛下举见一位 跟随末将多年的天才少年 哦 他在攻打匈奴时立下了头功 因为有了他的聪明智慧 迂回夹击 还有他的冲锋陷阵 英勇杀敌 才有大蝉鱼的毕命 匈奴的重创 嗯 此人是谁啊 王顿 王顿 朕 任命王顿为右将军 辅佐李大将军 为朕拔好我大汉边境 末将替王顿将军 感谢陛下隆恩 李大将军 此次大劫 要不是李大将军 运筹帷幄统关全局 光靠一个矛头小伙子 怎能将匈奴一万将士 挑下马来呢 不不 是陛下的英明决策 好 爱卿快起快起 无论如何此次大劫 朕仍要将此嘉奖赠予将军 你就不必再谦虚了 谢陛下恩典 陛下 我这就回边关 何时启程啊 即可 将军安马劳顿 难得回长安来 还是多待两日 和家人好好团圆团圆 再走不迟 起诉陛下 大蝉鱼已死 五子正位 内讧不断 正是我大汉 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 末将请求陛下 增派二十万兵马与粮草 支援我边疆战士 一举彻底打败匈奴 不错 确实是个好机会 可是我朝连年与匈奴征战 已导致我国库亏空 实在不宜再大举征兵 与匈奴再大动干戈了 朕以为 只要给予匈奴适当的打击 让他不再骚扰我边境为前提 原意不宜深入穷追 朕一直以为 匈奴乃富戎马之族 欠喜鸟之举 难得而至 只要他们不再骚扰我大汉边境 咱们也没有必要非与他兵戎相见哪 陛下 匈奴内部相互残杀 一时强弩之末 如果现在不攻进 末将以为 怕丢失了大好时机呀 好 还将此言差矣 若是 在此时大肆进攻的话 朕以为 正是错失了大好良机呀 陛下 末将还是不明白 若是此时进攻的话 刚好 让他们幡然觉悟 抱成了团 共同来对敌 倒不如 倒不如 欲擒故纵 坐山观虎斗 陛下英明 陛下圣明啊 将军这把配件的剑杖很好看 一定是夫人替你编织的吧 不不 是末将离开边关的时候 与王顿将军换得见 他说 是他的邻居 方陵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所编的 哦 能够有如此之巧手 相信人一定也长得相当标致吧 圣上要是喜欢的话 就不不不 君子好求但不多人之美啊 哈哈哈哈 公元前三十五年 走投无路的姬喉山 帅部下以及家眷 投奔到岳父忽衍王名下 忽衍王慷慨地将领帝与王位 让与女婿姬喉山 名号称之为忽寒爷蝉羽 即太阳王 我将用我的鲜血 浇灌大匈奴的土地 就像忠实于父亲那样 忠实于大匈奴的人民 我 忽寒爷蝉羽 为大匈奴而生 为大匈奴而死 忽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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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你怎么来了 有贤王篡位兄弟残杀 我只有投奔你来了 快 请这边来 好 舅舅 有贤王近况如何 舅舅 我就知道你最关心他的事情 他是我叔叔啊 有贤王几乎天天派他的手下 去骚扰汉人边关的百姓 惹得汉军不得不派兵与他交战 好几次都把他们赶出村落和宿营地 他的手下还对他越来越不服气 人心也越来越胡动了 所以我想 我明白舅舅的意思 你是想让我现在就动手 有贤王不配当宿都人的首领 可他毕竟是我叔叔 那我还是你舅舅呢 那我挺舅舅的 好 停 你看 右贤王的人都出去抢汉人百姓的东西去了 家中的人马所剩无几 老天 请成全我吧 前进 抢汉人百姓的东西 呼喊爷率兵消灭了右贤王 夺回了大禅于亭 好 兄弟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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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这混蛋你就这么死了 谁来坐大蝉鱼的位置 你说呢 都龙齐 当然是胡寒爷你了 有你都龙齐的忠诚 我胡寒爷如虎添翼 对 战争结束了 战争结束了 五蝉鱼争利 最后姬侯山独坐了大蝉鱼亭 正是这样 他打败了所有的对手 那你们说 他那里现在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他一定乐得白天黑夜 都合不上嘴 那就让他乐极生悲吧 乐极生悲 这是汉人的话 就是说 算了 我说了你们也不懂 我这么问你们 有五个人在一起争位 其中的一个人 打败了另外四个人 他虽然取胜了 可他还会有很大的力气吗 当然不会了 如果有一个一直在旁边睡觉的人 突然站起来 和那个精疲力尽的胜利者较量一下 那么谁会取胜呢 可季侯山是你的亲弟弟啊 那悠贤王还是我的亲叔叔呢 他不是一样要杀我吗 季侯山打败的那些鲜鱼 哪个不是他的兄弟和亲人 你要对你的兄弟宣战吗 为什么不呢 兄弟可以有无数 而大蝉鱼卫只有一个 我是他的哥哥 我难道不比他 更应该继承大蝉鱼卫吗 那我们应该趁他 还没有闯过气来的时候 立即进攻大蝉鱼亭 马上集合人马 到大蝉鱼亭 向尊敬的呼喊爷道贺 谢谢你救了我 季侯山我的好兄弟 你不必总这么说志志 你是我四哥 我们是同胞兄弟 好 喝 来 舅舅喝 好 来 满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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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父王一死 到现在咱们兄弟之中 也就剩下咱们两个了 好 还有都隆奇舅舅 死的人太多了 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了 来 咱们把这碗酒干了 好 来 报 报胡汉爷大蝉鱼 怎么了 有一支人马从西边杀过来了 是谁的人马 看不清 我去看看 那我去看看 胡汉爷 胡汉爷 指质谋烦了 你说什么 外边来的人马都是他的 他们理应外合 已经攻破了几处地方 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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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胡汉爷 看在你救过我的面子上 我今天放了你 舅舅 我不是你救救 胡汉爷 走吧 从今往后 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好 胡汉爷 率领自己的部队 及家眷 向南迁移 我已经得到了神的明示 神怎么说 神说我们应该往南走 我们不是正在往南走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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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你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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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再往南走 就是汉人的地界了 如果边关的汉军发现了我们 突然进攻 我们将受到南北夹击 怎见到汉人一见到我们 就会向我们进攻呢 舅爷 您说这个可不像一个匈奴人要说的话 这还用说吗 凶害相遇必有战士 但汉军很少主动向我们进攻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们 如果他们知道匈奴人因为自相残杀 已经元气大伤 他们还会怕我们 杜龙齐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汉人和好呢 这怎么可能呢 杜龙齐舅爷 就是啊 正相反 现在我的心 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白 我们应该与汉人交朋友 一则可以避免父辈受敌 二则借助汉人的力量 只知也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 可是 听他说下去 你们想一想 无缠于正位 匈奴人之间的混战 差不多死了大半的人 再这么打下去 大匈奴将会打进最后一个人 将不复存在明白吗 再不能打下去了 可是我要说呀 我们跟智智之间的战争 那是兄弟之争 再怎么样 也是匈奴人管自己的事情 可汉人呢 汉人是外族 是外族 但外族也可以做朋友啊 不是有句老话吗 游山的禁林 是我凶恶的兄弟吗 其实这话也对 只知为人凶残 是杀成性 他会把咱们匈奴引向死路 是的 可汉人呢 事实上我们不去他们那里抢东西 抢物品 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主动进攻过 舅爷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们 不对孩子 汉人并不怕我们 他们有那么大的土地 那么多的人 出产了那么多我们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有这样的人力物力 要是他们打我们 我们不可能取胜 只是汉人不喜欢战争 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打我们 他们又能从我们这里得到些什么呢 这样说也可以 只是 狗龙齐 你觉得 汉人会与我们和好吗 我们杀过他们的人 抢过他们的东西 我想他们会原谅我们的 据我所知 汉人对外人一向宽容 他们把这叫做客气 我们只要说两句好话 他们就 我听说 西域有很多小族一到长安 总会得到大汉皇帝送给那上师车的礼物 有了饥荒只要去求汉人 他们总会白白地送给粮食 汉人就是这样 也许他们太富有了 嗯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不过 你觉得 真会这样吗 总之我敢断定 他们希望和我们和好 这样 他们就不再防备我们了 这样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这样的日子谁不喜欢哪 杜龙齐 你一向是智慧而博学的 但愿这一次你说的道理 它是个道理 父王 可我担心哪 如果我们去投汉人 那么恐怕我们在西域各族眼里的 王者地位会动摇了 前摸车 掉头摸高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 杜龙齐 就这样 不然 与汉人交朋友 越快越好 明日 明日 继续向南行进 向南 再往南可真到汉地了 你说的不错 前摸车 胡汉爷 也许你到那里 会遇到一个美丽的汉家姑娘 真要是遇上 我就娶她为妻 Vikings Dank i 说